各位同学提到城市家用SUV 我相信大家会毫不犹豫的想到CRV 2004年东风本田正式将第二代CRV引入国内市场 历经六代 口碑销量双丰收 就在今年三月 全新一代CRV EPHEV也正式上市发布了 这部实车已经到店了 本期五分的长测就在大观的升级非常明显 看着更加的年轻时尚了 整个车头更加的有立体感 视觉冲击力来得更加强烈 还别说这个颜值在同级车型当中还是很有优势的 侧面是4703的车长 流畅的线条贯穿了整个车侧 而且全系标被后排隐私玻璃 后门的开口角度也几乎是90度 上下车更加方便 舒适性进一步提升 尾部非常饱满 尾灯也更加精致 其实还有一个小细节 那就是EPHEV这样一个尾标 也是和燃油版HEV版本明显拉开身份的一个特征了 值得注意的是尾门开启之后 我们发现后备箱的空间很大 而且地台高度很低 搬取东西会更加的方便 座椅放大后几乎是纯明的 后备箱空间进一步提升 这些细节都是为家用考虑 其实外观的升级只是开胃菜 重点是全新一代CR-V EPHEV的这套强电智混技术 第四大iMMD双电机混合动力系统 简单来说 这套系统是由一台发动机 一台发电机 一台驱动电机 以及一套电池组成 在它们的共同协作下 会给驾驶者带来安心舒适 又不失强劲动力的加乘体验 首先发动机是2.0升缸内直喷的 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 热效率高达41% 拥有高压缩比 高朋友压力 以及多段喷射等技术 动力更强 效率更高 同时发动机的曲轴刚度进一步提升 并增加曲轴双平安器 再配合最大扭矩335牛米 最大功率135千瓦的ECD电机 动力的输出会更加的协调 举个例子 在起步堵车或者城市低速开的时候 这台全新的CR-V EPHEV 会选择纯电模式行驶 开起来就像纯电车一样轻快 在驱动形式上 这道混动系统支持 纯电 混动 发动机直驱 三种驱动模式 确保在不同场景下 能够实现高效的动力输出 最大化的坚固动力经济 以及平顺舒适性 如果要变到超车 有更强的动力需求时 系统会自动判断 发动机和电机就会同时介入 此时就会带来更强大的爆发力 还会有升浪的加持哦 够近 而在高速行驶时 车子就会切入到发动机直驱模式 电机就不再驱动了 解决了电车高速费电的痛点 总结来看 这道强电制魂技术 就是动力性能更强 燃油经济性进一步提升 带来了高能低耗的更优解 当然这三种不同的模式 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系统自己切换 也可以手动选择 EPHEV强电制魂技术的逻辑就是 能用电就用电 没有电就用混动 高速就交给发动机直驱吧 所以整体讯号也提升至916公里 WLTC亏电油耗 百公里5.5升 真的是不费油也不费电 综合里程零焦虑 再来看这个内饰 应该是很多老车主垂涎已久的改变了吧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品质感的提升非常明显 方向盘的造型也挺好看的 手感也更好 同时Honda Sensor 360也带来了 更加安全的驾驶辅助功能 安全配置进一步提升 比如360全景影像 并线辅助 车侧盲区影像 倒车车侧预警 以及后方碰撞预警等等 开着也更加安心 10.2英寸的全夜景一表是全系标配的 同时标配的还有10.1英寸的中控出购屏幕 搭载了最新的Honda Connect 3.0制导互联系统 各功能都非常的清晰明了 很容易上手 当然也支持车辆和CarLife 使用体验更上一层楼 座椅的舒适性也一直是CRV的强项 坐垫也比较软 支撑性和包裹性都还不错 第二排靠背角度也支持多段调节 家用就更加舒适了 同时ADS全时自适应悬挂系统 也能提升在行驶状态下的舒适性 怎么样 全新一代CRV EPHEV的升级 确实非常透彻 在设计 动力 品质 安全方面提升 非常明显 可以说方泡面面都在为更好的家用所服务 而且新车上市还有着很不错的政策 60期的超长代 核心三店 8年15万公里的包修 赠送充电桩 以及便携电脑 让你用车无忧 而且深圳的朋友们 可以直接免摇号上绿牌 还是非常诱人的吧 新车有三款不同的配置 个人觉得中配版本 领月版就非常的均衡全面了 家用多的同学可以考虑一下 感性的同学呢 也可以到店里面亲自体验一下 OK 关注我 每周给你一个深度评测视频 关注我 买车不纠结